我们现在第二次来到吉安的洋鱼石 这个洋鱼石有一个故事 上回我们在江上游船的时候 导游说朝鲜和我们中国之间有一个石头 说那个石头很像那个羊 又很像鱼 那这次我们就不到江上去游船了 那我们就在这里看一看 就地重游 向右前方行驶 然后马上到达目的地 又来了 这个美丽的城市值得再来 真的是漂亮 我们明天还要路过这里 从这个吉安沿着鸭绿江172公里到临江 好吧 我们现在来看看洋鱼石整个风景区 我们现在在这边走 2021年的6月份的时候 我和我老伴就到了这个洋鱼石 你看后面的山 江的那一边就是朝鲜 对面的那个小房子比过去盖得漂亮 对啊 注意没有 就是那个什么水泥场的沙风景 水泥场沙风景 给朋友们看清楚一点 对面的小房子好像真的是比两年前要整齐一点 你看还有骑摩托车的呢 我看到两个人在骑摩托车 你俩在一边 真不错 江水非常的清澈 对面的少亭 七月份的时候就是放暑假 人山人海太多人了 所以现在出来最合适 对面的小村庄真的是比前年进步好多 我估计它也不是一般的旅游 我做个修的什么家村之类的 旅游的还是一条江边吧 都是它的叫什么 最像咱市面工程似的 对对对对 就是为了这个 咱给我 哎呀咱这种汉马 汉马通好 对对 都是这样 你这样的 就是它为一个公交 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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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你就是不过你们的自驾 一直往后走 到临江嘛 到临江到长白线 就一直沿着鸭路江边走 特别漂亮 我们明天 明天就从这里 然后到那个临江 对对对 你们是从丹东走上来的吗 我们是从沈阳过来的 哎呀你们下次从丹东 就顺着一直走 更漂亮 下边有个太极湾 去了吗 没有 太极湾了 哎呦你站在这个山铁 你看到这个江水 嗯 像太极一样 哦 没趣 真漂亮 嗯 对对 你走过啊 走过 我走过 我是骑骑车 骑摩托车 那怎么 你是这里人吗 对 我不是挤岸的 我是通话的 哦 通话 对对 很近 那很近 嗯 那经常来这里玩吗 还挺 还挺 嗯 嗯 嗯 上次是那儿 一直坐到那儿 对 到那儿 看 包船嘛 上次 对 200块钱 一人一板 当个模特 到鸭路这样子 拍照 我就给你拍照 嗯 拍照 稍等我拍照啊 嗯 哈哈哈 会加米饭 最早先吃再说 哦 可能会加米饭 就不用贴饼 好 那饼很大 你会不会 不吃甜的行 不吃甜的 我们就给你一个米饭 吃米饭 先吃着再说 需要药再叫 什么浪费 这个鱼比昨天还大 大一倍 一倍 那就不能吃鸡肉 也就这家还像样 没那么鲜 你看 它这个鱼好像 就没有加那种酱 酱 至少它放得很少 东北大酱 酱特别钱 你看 盖上吧 你往里面加水 一壶米酒 20块钱 喝一小口 挺好喝的 甜甜的 凉凉的 酸酸的 汤多了 烫手 烫手 对啊 对啊 要再拿一个这个 这个汤配米饭好吃 这个汤配米饭好吃 所以说我 怕我 对 吃鱼 需要加的就更大 饭随食嘛 谢谢 中桥火吧 会不会太火大 他这个粉条还没好 好的 好的 好 哦 好 有 在那 都有 在那 好 好 谢谢 好 好 好嘞 开始吧 不是拿那个 你要拿那个 我捞这个 我要吃 先吃完菜 哦 你要先吃完菜 不烫手吗 那我先吃 先吃 来干一杯吧 没说话 祝什么旅途愉快啊 啊 对啊 本来你吃愉快 对方干愉快 哈哈哈 随你所欲 都可以 嗯 我吃鱼头 老伴吃鱼尾 鱼的中间 老伴吃了一大块 刚好这条鱼 两个人吃刚好 对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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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鱼 这老伴加了一块鱼 嗯 喝点小酒吧 这个米酒 挺好喝的 咱们还得控制 控制的情况下也 这个锅被我们吃的干锅 来碰一杯吧 说啥呢 说啥呢 说啥 一辈子不行 一辈子行 谢谢 你觉得我说的话是大话吗 不是大话 是不是 我不是在推你 不推你啊 我只能吃 我们现在是不是走路回酒店 走二十分钟 总共才一千多米 好吧 不是吃这么沉 走一走